没有商品给人家买钱 挣个屁钱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中国买了 买了美国那么多垃圾国债 美国才想着这一撮的 你想赚钱呢 我们买的 我们买的美国 多少年了 30年中国乐警户代 我们买的美国大概 买的37个月 美国买的5176个月 那你爱奇迹自己买的 他为的 资本家为的让你挣钱 已经美了 那他不继续让你挣的 他就是等着你 他是不是 你知道吧 中国在80年代90年代邓小平那时候 改革开放的中国那么多的 好的品牌相学海 包括当时的什么 清飞还是什么 很多的民营的一些企业的好的品牌 都被他给买了 买到他手里面你知道他干嘛 他就把你烂掉 去把你的商标给烂掉 让你占没有自己的自由品牌 那还是说不定 现在因为有这么点国营 那中国现在中国这么多年的发展 通过老百姓他妈 自己哭在哭了这么多年 现在有点钱有点资本了 他然后又来来进来 他把中国多少民营企业的品牌给搞掉了 你知道那个什么 就冰箱这一块嘛 当初那么什么心扉了 还有什么东西的 国外的发展 当初是什么 吸引外资 外资吸引过来的占多少股份 然后让你的所有的生产业 那他为什么要那个卖给人家呢 那是老百姓呀 他就要的就是钱呀 这太简单了 我本来花了2000万 开了一个厂 现在我给你一个亿 你卖不卖 你卖不卖 这就是自由贸易嘛 我们也可以去买人家 你不懂 你跟美国跟中国 自由贸易的基础是大家差不多的 比如说美国跟英国 他永远可以自由贸易 但是你的基础 是人家退后人家说难听一点 你如果放在解放的时候的话 人家退后200年的历史 你怎么跟人家搞自由贸易 自由那你就按别人的游戏规则干 好了 你不按别人游戏规则干 你能等于你现在 就像我们现在给人家打工一样 你能有什么好处呢 那不跟人家打工 就挤得就没新的 对啊 那我现在是什么呢 我一边给人家打工 我一边热情裤带 然后自己再努力 我现在有点本事了 好了 我想自己赞成来说句话 比如说我买我的好东西 或者说我给你 你的好东西也给我 而现在他发现不行 为什么叫东方 东方什么国外 好像中国崛起 就是被全世界东方威胁人 为什么东方威胁人 你强了 不行了 你要对我造成威胁了 所以必须要百方满的打压你 一年到头再打压 从1949年打压到现在了 又不是现在打压的 他只是越压越压不下去 为什么中国他压不下去 他不像韩国 不像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国家 他资源啊 人 整个各方面都单一 中国恰恰是一个地大物博 他所有的东西在他国内的大陆上 全都能拿到 而且他还可以 还有大量的市场 他根本就不像 中国这么多年的自由贸易 把他搞成稀土 因为你不愚昧啊 你不懂啊 现在是70%稀土在哪里 在美国 在美国 在美国他不说的了 他慢慢利用别人笨 不知道 来忽悠人家 不就是这样子吗 现在人家不听他忽悠了 他不行了 他要来跟你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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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这个原因 根本就没有必要 你跟他谈 你永远谈 你按他的游戏规则来干事情 你想想看 因为你到底